看着粗糙大手 就知道胖虎以后会是个洁贫济富的侠客 再看着鲜鲜玉手 就知道这人以后能生儿子 看着大熊好奇的眼神 小夫妍想把大熊算了悲惨的人生 可都2022年了 大熊可不信这些封建迷信 而且如果轻易知道了未来 也不知是福是祸 但预知未来却难不倒大熊 毕竟熊哥是有时光机的男人 蓝胖子吃完了下午茶 大熊脚踏蓝胖回来了 蓝胖子痛到不能生育 大熊却想着恶作剧 听说大熊也感性玄学 而且还是看蛇占卜 看着大熊自信满满 三人只好配合大熊的演出 只能说大熊技高一筹 小夫呢 最近要有火恶之灾 静香呢 当然是犯水灾了 至于胖虎嘛 最近可能要跟女生搭上拳击赛 这种天方夜谭的占卜 还别说下一秒去应验了 胖虎忙着救火 突然静香遭了殃 男人家鱼缸来灭火 村口的大神可不会手下留情 大熊手战告捷 直接成了神算子 刚潇洒地走出两步 就有声音上门了 可大熊并非真的神算子 但大熊的表演都被大叔看到 大熊差点嘴瓢 说出了时光剑的秘密 前让大熊不肯出手占卜 大叔选择直接绑架带走 大叔也是一个苦命人 一直想写出 陆木动漫一样优秀的文案 可却没有薄老的赏识 一度让大叔怀疑自己没有才华 甚至想到了放弃 但他作家可是自己儿时的梦想 大叔不知该不该断了这个梦 所以才让大熊帮忙占卜一下 大熊只好选择逃跑战术 想让时光机再次去到未来 可有瓜不吃飞蓝炮 两人共同坐上时光机 绝对去到五年后的未来 来看看大叔是否成名 可来到未来 一问一不知 二问二不知 看来大叔在未来五年 是不会成名了 两人来到书店 正想碰到大叔 在推销自己的作品 可书店又不是福利院 不像陆木动漫一样优秀的作品 可是不会要的呢 看着大叔伤心寂寞冷 独自回到出租屋 大熊也是爱莫能助 或许及时放弃 也是一种解脱 可由谁来半黑脸 却成了选择难题 大叔拿出家中最好的零食 就是吃剩的面包边 看着大叔满心期待的未来 大熊只好倒出了未来的残酷 大叔虽然很不舍 与文学说白白 但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虽然放弃长久以来的梦想 是些痛苦的事 但放弃作家之梦 大叔的未来也会发生改变 说不定混着混着就成吃剑手腹了呢 两人再次坐上时光机 要去未来吃瓜 可房子更破了 两人都惊呆了 看着大熊两人五年未变的样子 大叔一想吃瓜 可大熊更想吃大叔依然贫苦的瓜 原来大叔并非放弃写作的梦想 因为他会的也只有写作了 现在的大叔边打工边写作 作品的质量也有所提升 虽然还没有遇到人生薄乐 但大叔觉得很幸福 人生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有梦想吗 这时家门被敲响 来的竟是记者 因为大叔终于等到了伯乐 作品获得了文学大赏 大叔的转折点来了 约稿的出版社络绎不绝 虽然大熊的这次占卜并不准确 但两人却露出了笑容 也正是大叔对文学的热爱 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但大熊的占卜事业并未结束 胖虎想知自己的歌手之路 此时的大熊已被作家所感化 让胖虎坚持梦想 胖虎是真敢想 大熊也是真敢说 这家胖虎是打着机械 要从现在开始 每天都创过24小时 那么小伙伴们的梦想是什么呢